高雄高山分局21號下午5點多 在橋頭區執行勤務 兩名執勤的員警突然遭到曾姓男子拿石頭攻擊 造成其中一名員警受傷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一名男子騎車衝過員警面前 隨即朝兩名站崗員警扔直石頭 其中一名員警遭砸後追上前 但男子隨即催油門逃逸 曾姓男子事後往男子方向逃跑 不過僅逃了10分鐘就落網 曾男全身散發酒氣 酒測值超過標準 達到每公升0.92毫克 曾姓男子不滿停等紅燈 便持路邊石頭朝自行員警攻擊 造成員警手腕挫傷 曾男襲擊後 隨即騎車往男子方向逃逸 員警也當場通報資源警力前往追捕 將曾男逮捕歸案 過程中警方發現曾男有酒駕情況 全案依妨礙公務公共危險罪嫌 移送偵辦 曾男襲擊的石頭大約是正常磚塊大小 他疑似是喝酒加上不服交通管制 才會拿起石頭襲警 遭襲的員警手腕有擦措傷 全案將依妨礙公務 公共危險罪嫌 移送橋頭地間署偵辦